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反谈会昨天发文告指出 当局正在寻找两名男子 以协助调查一宗涉及政府部门的贪腐案件 引起关注的是 被军查的其中一名48岁名为阿德兰的男子 是前首相兼国盟主席慕尤丁的女婿 反谈会的文告中也强调 当局用尽各种方法想要联系这两名男子 但都不成功 最后在移民局的协助下才发现 两人已经在5月份离京 离开了马来西亚 至今依然没有回国的记录 针对这件事 首相兼西蒙主席安华 今天在槟城威南出席活动时 就要求被追捕的两名男子不要再逃避 应该现身接受反谈会的调查 他强调如果两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话 就更应该现身为自己辩护 而不是逃避追查 安华也抛轰国盟不能再自身 自己是连结的政党和联盟 因为就连国盟主席的女婿也涉及贪污 首相安华今天在槟城双膝八甲 为新闻候选人站台时向媒体指出 国盟并没有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连结 因为就连曾经担任首相的国盟主席慕尤丁的女婿都涉及贪污 甚至还逃避反谈会的追捕 他因此促进国盟协助反谈会追查两名涉探的男子 另一方面安华认为国人对西盟和国阵的看法比之前还要好 因为过去针对他的指控都没有发生 有打赛非跟着车的兹划 赛非通知人员 也有视频 mistake 有打赛非跟着火�했好 你不过四国内勒 诶 本欧